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画面 民众从家中直接募集飞弹 就打在不远之处 爆炸瞬间简直就像大地震一般 美国对媒体就提到了说 10月1号伊朗发射的导弹 可能是在以色列中部 特拉维夫的郊区 还有摩萨德总部的周边 不到一公里的区域发生爆炸 以色列是靠着三层防空 来度过这一晚 就有人算了一下 总共一个晚上花掉了 429亿元来做拦截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整夜的 像是星空一般 其实它都是飞弹拦截的火光 一枚飞弹射向以色列发射 就马上被飞舰防空系统 给成功拦截 拦截之后的弹片落下之后 又响起了警报声跟爆炸声 那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伊朗说他们有打中一些空军基地 那这个是伊朗对外的讲法说 他们有九成命中目标 但以色列的军方是说 没有你们的这些飞弹都是无效的 没有对以色列的空军下一步 造成任何的影响 那伊朗又反驳了 就讲说我们明明就命中了 三个军事基地 还有空军雷达基地 其实我们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美国又出来帮忙讲话说 没有你们的飞弹我们几乎都拦截了 以色列的损失有限 那但是这一回伊朗要从他自己 本土打到以色列 其实距离蛮远的 因为他们的直线距离 就超过了1300公里 所以他们现在推测 伊朗可能使用的是 他们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流星三行 因为这个流星三行的射程 有2000公里之远 所以只有他能够做得到 从伊朗本土往以色列发射 越过好几个国家这样子 跨国的一个攻击 那再来以伊的扩大 现在恐怕会变成一场核战吗 因为以色列已经喊话 要给予这个严厉的重大的报复 可能会对于伊朗的核设施 来进行这一波的报复 美国非常紧张 拜登就喊了 就说不支持以色列 对伊朗的核设施 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这一旦打击了就变核战了 你去打击这个核目标的话 那不就是造成核扩散吗 就是整个就变核爆了嘛 所以这个G7的领袖也都同意 就说以色列你可以适度的回应 但是绝对不要去攻击 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那奥斯丁也赶紧拉高准备 就是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捍卫 就是捍卫他们以色列也好 或是美国现在目前本身在那边驻军也好 他们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了 那伊朗的军事首长就觉得很不爽 美国就说你一直西方国家告诉我们要保持克制 结果你们叫我们克制的情况下 就是以色列都没在克制 以色列在爽打 那从7月份以色列袭击之后 美欧一连串承诺 叫这个伊朗保持克制 的确我们看到这些日子以来 伊朗都是一种好像比较克制的情况 甚至还被西方唱出来说 哎呀伊朗是不敢做动作啦 伊朗最多也只是叫小弟去 好像去跟以色列在旁边挠挠痒 骚骚痒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在保持克制 但是现在你以色列 击杀了真主党秘书长跟一名高级的伊朗指挥官之后 已经让局势变得无法控制了 甚至连伊朗的总统都讲 美欧需要让以色列安分一点 如果以色列继续这样子搞暗杀的话 伊朗的回应会是更严厉的 所以伊朗是先放了一番狠话 不过呢我们看一下 那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也直接对美国讲 就说这个是我们跟以色列之间的事情 就说你不得干预这件事 就是这个重大报复 以色列未来几天将会来做 但是呢伊朗也是讲 就是美国你这次就不用插手 就是让他们两个 以一之间自行解决 但是如果真的是他们两国自己解决的话 这事情恐怕真的是更加的升文 更加的没完没了 那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甚至还直接呛吓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说你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直接把他列为不配踏上以色列土地的人 让大家就引发全球的哗然 就想说以色列现在那么呛啊 就是呛天呛地 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都已经讲说你是不受欢迎 我们以色列不欢迎你来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中东的大乱 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公布了一个新的画面 就是他们的98金瑞斯 攻入了黎巴嫩 那他们首度公开这个夜席的画面 叙事待发 过去两周以来 其实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轰炸 已经造成了千人死亡 大部分都是妇女跟孩子 所以这样子的中东大乱 也已经扰乱了这边的航班 很多的航班都已经出现了发家湾 一飞到这边就赶快绕开来 或者是说绕过去这样子的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面 这个航飞图大概都是从这样上下飞 都尽量绕过这个目前战争发生的区域 而且还各国都出现了撤侨情况 像是日韩 美国 英国 现在都派了部队去到了这边 而且也在进行撤侨 甚至中国大陆也撤侨了 还有包含我们台湾同胞也是一起撤了 那我们台湾同胞 我们外交部没有管 反倒是中国大陆顺便带着一起走了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杰老师怎么看 现在以色列被打了以后 这个他是说要报复 他说以色列绝对不会 不会被人家打 那一定要报复 现在就看他用什么方法报复 他这个地面部队进去 也是一种报复方式 那还有一个报复方式 他就是对伊朗进行这样空中的攻击 那以色列的话他有这个空军 他也有飞弹 所以他事实上的话上个礼拜他对野门的这个 野门的这个不赛组织 他已经进行了轰炸 而且炸掉了这个港口跟这个炼油设施 也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现在没有看到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进攻 会不会直接针对伊朗目标打击 我觉得还是会 那如果说如果打的话 事实上的话这个战争一定是升高 可是你仔细看伊朗打这个以色列 200枚飞弹 他并没有造成怎么样 平民很大的伤亡 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打在 不是人口密集 他是这个穆沙德的总部 而且比较郊区的部分 可见伊朗不像 不想像这个以色列一样 事情做得这么绝 这个不管是平民还是战斗人员 都不分的 他现在对这个伊拉克 对这个黎巴嫩 这个南部地区的攻击 又是无差别攻击 又是用这种精髓炸弹 去炸这个民房 那他可能说这个民房里面是怎么样 是真主党的一个办公室或怎么样 可是问题现在死伤一千人 又是妇女跟儿童为主 所以以色列我觉得这个国家 现在已经杀红眼了 他只要认为是 那么宁可错杀一百 一千不愿放过一人 那这种就是公然藐视 这个国际上有关的战争法 人道法 那这个古特雷斯他代表联合国 这个以色列都把联合国当做什么 当做视为无误 还对古特雷斯进行 可见以色列这个国家 现在真的有一点怎么讲 变成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少看到国家这样子 处理他的跟他的邻邦的关系 而且是基本上趁胜追击 而且屠杀平民 这种情况发生在21世纪 事实上我觉得还是人类社会 国际社会的整个的机制建立 还是有问题 不过别的国家 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这样做 不是美国 就是美国基本上嘴巴上讲说 拜登在记者会里面讲说 他说他们必须要停火 然后人家记者就说 可是美国又送了很多武器到以色列 那你到底是要停火 还是不要停火 你总统讲一个不要停火 要停火 可是你的国防部长奥斯廷 一定要帮以色列怎么样讨回公道 不让任何国家欺负以色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以色列这个国家 基本上消费美国 美国是怎么讲 我觉得是今天中东问题 真正的很重要的一个 乱缘之一就是美国 好 来请叫李将军 大家都比较关心 说是伊朗的导弹攻击以色列 其实我反而比较注意 是整体的战况的发展 伊朗这个飞弹 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 去打一个心酸 或者是只是纯粹做包覆行动 它一定后面有它军事的一个作为 之前大家都一直在猜测 说伊朗来讲的话 当他的这种哈马斯的领袖 到那边去被暗杀之后 为什么他都没有反击 大家都瞧不起伊朗 认为他是纸老虎 只会光说不练 但是他现在伊朗打给你看 这个时机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我讲这个时机点 他10月1号他发射导弹 但是在此之前几个小时 以色列发动了地面攻势 也就是说这个就很明显的 我利用我的导弹来攻击你 掩护我这个 以色列要地面发动攻势来讲的话 这个掩护真主党 对你来实施地面作战 我想整个作战构想是这样 现在的战争一定要具备空优 以及预备空中支援 我们叫地空联合作战 你才能够有机会打仗 打胜仗 因为打仗的方式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不兵前进的时候 我地面部队战斗部队往前推进 我在我前面大概100公尺 我就不停地火炮或战机 一直不停地对你轰炸 轰炸完以后我不必往前面推 轰炸完以后我战车往前面推 好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看以色列 伊朗战是打真的打假的 我觉得是打真的 为什么 原来传说以色列打的 总共击毁了30架F35战机 我们不敢讲是不是真的有25 20架战机 但是现在最新的相片出来 现在他击中这个基地叫什么 是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他这个基地叫做 内瓦提姆空军基地 是放F35战机的 我们特别要看 这个圈圈圈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记忆的库房 确实被打了一个大洞 到底这个库房当时有没有放F35战机 有带我们去考证 但是可见的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看到 以色列空军战机出来 然后他现在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地面公司越境攻击 98师被打回来了 大家很讶异 这精锐的98师 进入到这个地点来讲的话 被政务长打回去了 而且阵亡非常的惨重 目前来讲传说有20元的官兵 死亡就有20元 重伤的 受伤的有十几个 他部队来讲整个已经撤回 这个黎巴伦南部的边缘 原来越境过去要打人家的 现在已经撤回来 因为他没有空军的资源 所以伊朗这次的导弹发射 我觉得就是在支援政策长 这个阻挡以色列的地面公式 好 请教杨老师 伊朗这次终于发射200枚导弹 我觉得他发射的导弹的 等级也是比较高的 法塔赫型 被认为是超高音速 有15马赫 所以他说有90% 击中目标 他精选的军事目标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威慑 也就是希望你 以色列在针对珍珠兰作战 你不要太过于夸张 第二个我觉得当然是为了出气 为自己出气 为他的这些抵抗联盟出气 所以各位 你们有看半岛电台 或相关的报道 在伊拉克 在伊朗 甚至在巴勒斯坦 人民上街欢呼放烟火 出一口气 甚至在沙烏地阿拉伯 因为政府不允许 街头上没有这样子的欢呼 大家看电视都是那边叫 代表着整个穆斯林 中东人民的心声 以色列会不会攻击 我觉得以色列会攻击伊朗 因为美国已经说 你不要打核设施就好了 但是以色列一定加强 地面部队的攻击 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地面部队数千人进去了 所以各位 我去过以色列 我去过约旦 我去过这些地方 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自己受到美国西方媒体的 那种教育跟影响很深刻 但这段时间我发觉不对 我认为以色列犯了四种国际罪行 第一个 种族隔离 你知道巴勒斯坦 它被多少个国家承认为主权国家吗 146个国家 但是巴勒斯坦 要不然是约旦和西安 要不然是加撒 完全被以色列掌控 这不是种族隔离是什么 你当初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 现在会不会反对以色列 第二个 种族屠杀 今天的数字来到42252人 中间有18000人是儿童 在加撒地区 第三个 国家恐怖主义 那5000个呼叫器 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攻击吗 这还有什么好辩解的 是不是 以色列同样在做恐怖攻击 第四个 侵略其他主权国家 黎巴勒斯坦不是个主权国家吗 你怎么可以去轰炸人家首都 你怎么可以去挥兵进入占领 对不起 其实以色列从1982年到2000年 它是占领整个黎巴勒斯坦南部的 而真主党的出现 真主党的诞生 就是因为以色列在1982年 占领了黎巴勒南部 才使得当时温和的逊尼派 转而变成激进 怎么会不激进呢 换是我 我也可能是他们恐中的恐怖分子 而我的种族 我的族群里面认为我却是劣势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